我該到的都到了 所以時間才差幾分鐘 但是我們還是先開始 因為今天的時間鏈可能會不夠用 那我們今天會在這裡辦這個 道教徒心與當代社會生活 劉志願先生之力也好會 實在是因為劉志願先生 他是在民主所 幾乎是奉獻了他相當重要的 整個學術生涯裡面的很大一部分 他是在96歲高齡 就是在今年的1月6號獲釋 那我們有一些朋友們 雖然他非常的低調 但是很多朋友 大概也都有去參加他的告別式 但是可能很多人都覺得 這樣子的紀念完全不夠 尤其是我們這樣一個學術機構 那劉先生又是在台灣 這個民間宗教的這個領域 特別是道教這個部分 等於是一個開山祖師 所以我們就是在告別式之後呢 民主所有一個宗教研究群 就是這個研究群的同學們 他們討論之下就籌畫了這個紀念研討會 而且就是尾由丁蓮傑先生來寫的來規劃 然後我今天看到真的 響應的人非常多 而且我剛才就是看到劉志願先生的孫女 我們今天也有非常重要的一些道掌人也在場 那道掌人的介紹等一下可能留給林明仁傑先生 那劉志願先生他其實在民主所的出版品 就是我們有製作一個劉志願先生的紀念專頁 只要是民主所出版的 我們有得到授權的 我們全部都是全文可以在民主所的 劉志願研究員紀念專頁裡面 可以完全就可以download 所以從他1967年台北市松山西安建教祭典的整本書 還有1974年中國民間信仰論集 還有後面連續的幾篇溫神廟 還有中和鄉的建教祭典 台南西桿鄉建教祭典 還有一篇台灣法教 可能一篇文章 那現在很快我們都知道會有一本日文的 這個台灣法教書會出版 所以他的一生的事業真的是公共危機 所以我們很高興就是能夠看到他在開創之後 那道教又不斷的發展 我們看到雖然只有七篇日文 但是我初步翻了一下 我覺得非常的豐富 涵蓋了中國大陸說 特別是文革之後的整個道教復興的狀況 還有台灣的現代社會裡面 他的道教的不同的 非常豐富的各種形式的發展 譬如有一篇有些文章 特別是零元節先生文章裡面 還有那個葉春榮先生文章裡面 都有提到有民間道教 還有跟一些基因道教 甚至人生道教直接做一些對照 這些有不同的路向的發展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就是說 在兩岸的這個道教發展 都有非常豐富的一些面貌產生 而且在當代社會裡面 繼續產生他非常重要的一些影響 而且道教本身也有一些新的變貌 來跟現代社會做一些調適 來做一些甚至有一些帶領的一些作用 所以非常高興今天能夠有這麼多的朋友來參與 那還有就是我相信很多人也就看到 林美榮他編了一本書 這是綁彈錄就是這本 《雪海悠遊》劉志願先生綁彈錄 這本是非常豐富的一本資料 那林美榮先生待會也會得林美榮秘世吧 我們的研究員 也是這個宗教研究方面有很多累積 很豐富的成績的一位研究員 他也會給我們再介紹他非常熟悉的 劉志願先生的一些 就是開始學術補治業的一些發展 那我想我今天就預祝這個會議非常的成功 而且能夠激散出很多的火光 然後帶領這個道教的研究繼續往前發展 謝謝各位 在林老師講之前我先介紹一下 剛剛那個我們說要講到我們的家屬 就是許淑葉醫生是劉志願的侄子 他很難得他遵依 我講一下我還以為是火光法師也會來 可是這是他的我們很高興家屬的參與 火光法師就是劉冰小先生的女兒 然後那個我們有幾位道長 因為劉志願當時做田野 包括樹林、松山教 然後還有跟那個劉措派跟林措派 這一劉措派跟林措派非常的熟 那這幾個道長 那自己現在難得來了 我們就叫朱坤燦道長 是那個 做大堡的時候 有時候就像是做田野 所以剛剛音樂很深 然後勞工的教授跟朱坤燦道長也很多交會 甚至我們的學術圈有這些窗口 有這些道長幫忙 我們才有辦法更瞭解道教 然後那個也有婚道長 他爸爸 那時候他在中山的時候 中山教的時候 就跟李中西去抱我認識 然後也有婚道長目前是 推動道教現代化 不遺一律的林措派 然後那個林昌宏道長今天沒有來 不過他兒子來了 林措派 他是那個 當時林昌宏道長在那裡 林措派教授 他說 他是林措派的阿公 就很熟 然後就林措派 對 然後 張文正道長 是殘留派 台灣殘留派非常活躍的 然後 蘇安提道長是那個 朱坤燦的公子 張大文道長還沒有道 對 他是那個道教會秘書長 我覺得大文說 有時候都有一天淵遠 然後 我們剛好寫 paper在訪問他們 或是他們也更了解他們道教界 一些現況的發展 那很高興 而道長還參與盛規 會讓我們這個討論 更實際更活潑更熱弱 好那謝謝 等一下我們就交給了林措派老師 我準備了那個兩篇文章 還有這個簡報檔 那個其實我跟劉先生在所裡 同事的時間非常短 只有七年 我是1982年的三月還是幾月進來的 他是1989年那個那個退休 借零退休然後離開民主所 所以共識的時間只有七年 可是這個七年從我們民主所最早在那個舊館 就是現在的行政大樓 一直到現在這裡有一個舊館還有新館 兩個L型的連在一起 那一直以來是我這個 是我研究漢人的這個民間信仰方面 我常常請教的老師 所以他走了以後 我自己覺得非常的那個寂寂 一開始我研究那個土地公 基石堅的時候都是找他請教 那個時候已經搬到這個館了 然後一直到我那個 那個2014年出版的這個摩西娜的研究 我都還在跟他請教討論 然後他也會很不吝惜的提供他手中的資料 因為他以前是那個讀書做筆記都是寫卡片的 所以像摩西娜那個他就會給我看他 從文獻上看到的這個三鬼鬼士 鬼會跟人交易這個事情 那所以這樣的特別的言論 除了同事之外 主要就是我跟他同鄉的這個情誼 他是補里人補里的客家人 他是第一代的補老客就對了 他的媽媽是客家人 爸爸是補老人 爸爸給媽媽遭罪 所以家庭的習慣 可能那個補里跟補里的地方 他那個客家話就沒有講了 然後都講補老話 可是他媽媽 因為他是跟媽媽的姓 所以他是客家人 那我是南投草屯的人 所以同鄉的情誼 讓我們也會互動比較密切 所以一直是 我是以這個私屬弟子的這個身分 來跟他交往互動 跟他情誼這樣 那比較特別的就是說 如果只是同事一般的不共了解 可能沒有辦法深入他的這個生命 去了解到他的生命的一些精髓精華的東西 可是這個2004年 那個國使館那個張顏縣館長 就說要做那個 劉志萬老師的這個口試歷史 叫我來做 一開始那個劉先生他是不要的 他說以前的人做的那個口試歷史 他看了很多都要碰烘 他是很低調很古實的人 他不愛碰烘 所以他說不願意 我跟他講沒辦法 講好幾次沒辦法 最後那個張館長自己出動去跟他遊說 所以講了半天他最後同意 他說一定要我做他才要講這樣 所以這個學海悠遊這個書我自己很判重 因為也是第一本 雖然人類學做很多田野 可是一般人可能以為人類學做的田野 就是在聽人家講話 所以也是口述史 田野資料並不一定就是口述史的資料 口述史是你要尊重當事人 他自己要講什麼你才能記錄什麼 甚至要出版的時候 他講過的話他不要你寫不要你出版 那個也是要尊重當事人 因為口述者他有一個很明確的口述者存在 我們是採訪紀錄整邊 所以這個把他的一生 然後詩詩方面他也講得很少 因為他之所以今天這個題目 要把他叫做純學者的典範或者風範也好 就是說在我感覺 他真的就是一個pure scholar 就是我們看那個 所以我做他的等於有點 就是自己早上買了門生 他自己因為不教書 所以我有時候會帶學生去訪問他 然後這個 右邊這個是一起做口述歷史的那個丁仁傑 跟他女朋友 丁仁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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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現在在桃園縣政務上班 所以他這個事情如果沒有 他文筆非常好 寫得 所以我在改的時候比較不會利器 然後當然我自己也花了很多時間 去找資料去check那個資料 那 所以要講說他是一個存學者的風範 主要就是說他不在對學術研究方面 非常的專心自製 等下一點 非常的專心自製 就是 就是 學術工作就是他唯一的focus 那這個當然主要是 他有一個很好的寫內住 家裡的事情都是劉師母在承擔 那 甚至他討田野也是劉師母要幫忙 劉師母常常要替他背著照相機 尤其是很重的照相機 有劉老師的身材比較矮小 那師母比較裝一點 所以 所以替他這個在田野裡頭 也承擔很多那個勞力的工作 那 所以這個 一心一意義就是只有做學術研究 他不像我們 那個 那個 就是說 還要教書 還要搞一些外戶 政府要找你幹嘛 或者民間的團體要找你幹嘛 像我以前也那個街頭運動 也參與得很熱烈 他都不搞這個 所以有歷史學者稱說 劉老師像劉兵雄先生 他實際上才是我的業師 我真正大學時代就跟他學習了 在台大在政大都上他的課 他們兩個都一樣是純學者 可是劉兵雄先生 他還當過民主所的所長 然後還教書 可是劉兵雄先生 他就 也不教書 也不搞行政 什麼都不弄 就專心的在學術上課 這實在是 而且退休以後 1989年退休以後 還是一直在學術上面 所以我常常也是要 他要什麼資料 我要聽他找文章找書 然後 然後 有時候跟他討論一下 跟他分享一下 所以這個 今天要把他的一生的學術的研究 我主要把他分成三個時期 那個 進中原院以前 可以說要有兩個時期 進中原院以前 他是1965年進入中原院的 他會出1946年回國 1945年日本戰敗 然後他本來是從年輕的時代 中學生的時代 就在日本留學 在日本讀金鐘中學 後來讀中央大學的醫科 後來去讀早稻田大學 才讀了一年 然後日本就戰敗了 然後他就沒辦法 那個行李什麼書啊 什麼都沒拿 就回來了 然後最初是在補理初中任教 所以正教期間 他做了很多補理地區 還有中部地區的相處的研究 那個時候他寫的書 頭三本書 都是他自己親手用鋼板寫 然後刻印出來的 這三個書我都見過 現在很高興的就是說 他過世之前 那個台灣文獻館 就博士館台灣文獻館 已經跟劉老師借下了 就是這三本書 他要找那個南天來護科 還要找專人來導讀 所以明年的春季 那個南天出版社 三本就要全部出期要出版 福里鄉土自稿 還有台灣彰化實話 台灣日夜談實話 這個都是鋼板寫的 所以他做學問很踏實 從他最初的第一版 當然是福里鄉土自稿 那就可以看到他文獻功夫 非常的扎實 然後做事情 你看他寫的字 你就知道很工整很漂亮 所以這個 這個時期 我把它叫做鄉土史研究時期 那我認為這樣子的研究 其實是跟他早年 他在台灣受日本的教育 當然主要是小學的教育 然後其實那個時候 日本人對台灣人的教育 就已經很注重鄉土了 然後日本的這個柳田國南 他帶動了這個 整個日本的鄉土史運動 其實對日本培養了很多 大量的鄉土史家 每一個地方 那個郡啊 縣啊 丁啊 村啊 都有自己的鄉土史者 你很難想像 一個村子 他會有他那個村莊史 幾百月後 當地的人 村子的人 自己寫的 所以 應該劉彬雄先生 他 他在民俗學方面 就是鄉土史這一方面 應該是 有受到柳田國南的這個影響 因為那個是全日本的 全面性的一個運動 所以他就回鄉 而且是在家鄉任教 他就 以這個埔理為基礎 做了一些 擴及到中部的彰化 還有這個日月潭的這個 相關的研究 日月潭的當然會 會有一些少族的 甚至一些考古的資料都有 所以這個是鄉土史研究的時期 1946到1962 大概有16年的時間 那再來就是他19 我講錯了 1952 1952 一共六年的時間 然後1952 我出生那一年 他就已經轉到這個 南投縣文獻委員會 來工作 所以 第二個時期 我會把它叫做文獻會 研究的時期 就是1952到1965 大概有前後13年的時間 那最初在 南投縣文獻委員會工作的時候 他寫了一套 南投文獻重集 好多本書 裡面絕大部分的字 各種字 教育字 那個 嚴格字 開發史篇 然後有宗教字 人物字 很多字 南投縣文獻重集裡頭 有好多本是他自己寫的 當然還有兩本 他是跟人家合作的 跟劉唐瑞跟劉冰雄老師合作 也寫這個 這個南投縣 這個 現重集的一個字書 所以這個 這個字書一出來 因為本來文獻界 那個台南的文獻界 文獻的人 在台南是特別多了 他們 台南的人看到 是真的很訝異 那麼一個窮鄉僻朗的南投縣 出來這樣的 大覆頭的這個 字書的重集 然後寫得那麼好 所以他也因為這樣 跟台南那邊的這些 這些文獻界的前輩 都打過教導 就交往過 然後後來他因為這樣的成績 他可能就被拉拔 到了那個 台灣省文獻委員會 台灣省文獻委員會 就是現在的國使館 台灣文獻館去認知 然後那個時候 他主要做的一個工作 就是對於這個 民國48年的 那個全台灣的 這個寺廟的調查 這個是他主持的 一個大型的 調查的計畫 所以這一個調查資料 他是有表格式 那個表格裡面當然 各個廟的原格 什麼也都寫得很詳盡 日本時代 我們知道 寺廟的資料主要都在寺廟台帳 他戰後初期的就是 柳士丸先生的這個寺廟調查 所以這兩個資料 現在都放在民主所的這個 宗教調查的資料庫 也是我在民主所的時候 把這個資料庫建構起來的 可以檢索 裡面有一些圖片 都還可以去看那個影像檔 所以這個 這個 他在台灣省文獻會工作之後 他有一個 就是後來有短的時間 在審密博物館 就是現在的台灣博物館那個認識 所以他在那個時候 已經開始注意到這個 文神信仰文神廟的這個研究了 然後到民主所就正好解析下來 所以他這個時期的著作非常豐富 大概有十本書 十本書裡面 那個也有考古的調查報告 所以他其實做考古非常早 這個可能今天沒有考古協界的來了 可是劉義昌啊什麼 他們都很熟悉 他最早做的那個大馬鈴的移植 那個很早 所以他跟李濟之 老先生啊高氣型他們這些考古界的先輩 很早他就做那個考古的研究工作 所以我那個學海悠遊裡頭 又採訪到 他就是 他透透出來 那個一個 那個以前那個 有關這個寺廟的整理運動 那個工本研人教授 他是非常重要的人物 他那他寫了也寫了這個書 然後他跟台灣的怨言也非常深 所以他的那個 有一個說法說 他的工夫啊 考古學的部分 就宋文勳老師拿去了 然後民族學的部分 就劉彬雄先生拿去了 民俗學的部分 就是劉之萬先生拿去了 就是繼承了 也不是偷拿了 是繼承去了 所以他書裡面也講了很多 那個工本研人的司機 包括那個時候 台南那個寺廟整理 他們連那個 那個大天后宮都要給拆了 然後這個工本研人很急啊 從台北就 就趕到台南去 去 去 進行這個搶救 搶救的這個工作 所以這個是他文獻 文獻會主要是任職在兩個文獻會 然後出版了這個示範書 所以我自己做研究的時候 特別是南投縣 因為我研究草屯 南投縣的這些開發史篇啊 宗教誌啊 你就心裡面的那個崇敬就會出來 那整個縣那麼大的範圍 至少有每一個資料都有記到一點 這個是 所以為什麼我的研究裡頭 有很多普查 區域性的普查的工作 就是說 在這個學術界 大家不看重這個工作 可是我就受到我劉先生的這個啟發影響 我覺得這個工作基礎的調查 基礎的研究 那個工夫應該是要下的 雖然學界 每一個學科的那個不太一樣 就是說人類學 除了你寫研究論文寫這個 深圳的學術的論述 他這種調查報告沒有credit 只是我一樣做 那就是跟柳子萬先生一樣 他比較有日本的這種 比較踏實的這個學功 然後接下來他到 就講說他到中研院以後 我就把他之後的都歸成一個時期的 他一直做研究做到他 他那個這個 往生的前一刻都是在做研究 就是 所以這個就是 他進入民主所也是有一個淵源 主要是那個時候台大的李總統教授 來民主所演講 那他就 會後就跟林所長講到說 他做的這個土地工設計方面的研究 他有受到劉子萬的協助 所以那個那個時候 林所長就已經注意到劉子萬先生了 所以一開始就找他來建職 那民主所籌備的時候 他就已經加入民主所了 那 所以他在民主所從1965到1989 這34年的時間 那1989退休以後一直到他往生 這個有29年的時間 都一直在做研究 而且都是看後面的整個focus 都是在道教還有民間信仰方面 後來他寫了法教 法教在學術界可能過去 也會把他放在道教的範疇裡面討論 因為我們很多道長 在座的一些道長都是道法二門的 然後道教跟法教好像本來就在一起的 很多道士都見封法派的東西 那特別是台北的 那所以這個 這個時期他在那個 這個一共有七本專著 剛剛那個虎台地所長講的是文章 可是實際上是有七本專著 那他其中有兩本是退休以後出版的 那可是他退休以後 其實還一直在學報發表論文 是鑽石之外 他有很多學術的論文 論文的起刊的論文 那還有一些會議的論文 所以即使是退休以後 他都還有兩三次到日本去參加國際會議 去發表文章 這個是我們退休的人 這個有時候可能都做不到的 所以主要是集中在道教跟民間信仰 那可是比較一般性的民俗 他的一些學術的論著 一些篇章裡面其實也都有 像這個龍舟進度 扁中行事 還有一些農耕祭儀什麼的 所以我接下來可能是 因為今天的會是這個 所以我這裡特別強調一點 劉鑑先生他進入民主所 跟我們在座的大部分的人 沒有一個人跟他一樣 他是帶著他累積的 十七本的專注的業績進入民主所 我們大部分都 新科博士寫完了博士論文進來了 沒有什麼業績 可是他不一樣 他已經進民主所之前 他已經有相當的學術的積累 雖然可能那個時候的民主所 可能看不起這樣子的東西 像故事的論著 或者是文獻方面的 有點像字書一樣的東西 或者是一些報告性的東西 所以他也知道學界對這些東西的看法 所以他進入民主所以後 他當然就是要跟著這個學術的風氣改變 所以真的有關道教 還有民間信仰方面 他就展現出來他的這種 這個研究的功夫 所以這個以前的人 他跟我們很不一樣 他就民主學也能做 他一開始入所的時候 他是入所之後才拿到博士學位 我以前剛進民主所的時候 根本不知道他有博士學位 是後來他把他的博士論文 出版成專書送我的時候 我才知道他有博士學位 他就是低調成這樣 他不張揚 我做那個口述歷史的時候 一個很大的感覺 有時候他心裡有很多委屈 可是他也不願意去 月旦人去說這個人怎樣 那個人怎樣 有時候說了說 嘴裡說了說 他不讓寫 就是這樣子的一個人 所以接下來我要講他 在道教跟民間信仰方面 道教我比較沒有那麼熟 可是我也是很喜歡看這個 道教的一些研法 法師的一些研法 那個 那個劉處派 林處派可能都看過 我自己很喜歡那個主導長的研法 雖然我不做這方面的研究 可是覺得這裡面 很多台灣的重要的很多儀式的傳承 儀式專家的傳承 很多道教法派的儀式傳承 其實是台灣文化的一個很重要的保障 那劉志願先生他就是 他一開始研究道教是怎樣 已經中山要建教了 所長派說去做研究 可是人家道士忙的鑰匙 哪裡有時間理他 他就沒辦法 沒辦法採訪 後來他 林所長就自己出面 請道士長來吃了一頓飯 他的採訪才能夠 他的田野才能夠 田野的訪問 觀察人也沒問題 那訪問才能夠順利進行 所以那個時候以前的那個所長 可以幫所裡面的同仁 他可以幫到這個地步 所以他的道教的研究 就是從這些做酒這個教點開始出發的 研究了很多 那個時候民國五十幾年的時候 那個台灣已經戰後了 經濟開始有點大家有錢了 會有慶祝躲過這個戰爭的災害 所以很多地方都在做酒 所以他就一直看 松山的建教 那個桃園龍台的建教 中和的建教 西港的建教 寫了很多 所以因為那個建教他一定 那個道士 那個內壇的科儀 還有外壇有一些科儀 都是道長要做 所以一天到晚 跟施林的那個河道長 河坑南道長 就都是常常在一起的 所以台北的又是道法二門什麼都有 法派的也有 所以那就 因為跟道士交往的關係 然後就 就對這個其他的這個儀式專家 譬如說法師 基統 他也寫過基統方面的文章 寫得都非常早 所以他那個很多 像日本還有一個道教的 道教的詞典 他就寫了很多的詞條 所以道士的服裝 道士的法器 他都有專門的文章來寫 所以這個 他有時候常常講的一句話 就是說 他寫的東西都在外銷 因為他都先寫日文 有時間有餘力的 他反而弄成中文 所以可見 他是 他對於日文 他是比較能夠mastery 他比較專精在日文 日文非常好 日文的造音非常好 中文反而講也不流利 寫的方面 他是中文的那個文體文風 是那個時代的一種文風 別人寫不來的 我們這一代寫不來 他 我那個《血海幼遊》裡頭有一個詞 我現在忘記的那個詞叫什麼 就是那樣子的文風 寫出來 我們現在後面的人都寫不出來 非常的精簡 非常的扎實 會solid 非常的 就是 很那個很精簡 很扼藥 連句都短短 那我們有時候請 教學生說 你寫這文論述 你要學會那個elaboration 可是你用短短的記 你其實也可以去elaborate 這個也是很厲害的 所以 學者他那個文方面要講究 這個 我認為是必要條件 所以他 我現在特別有一點 第三點 我要講的就是說 一開始我看他的東西 那個 特別我在研究王爺的時候 那個 他寫 把台灣的王爺信仰都叫做溫神信仰 把王爺廟都叫做溫神廟 一開始有點想不通 因為王爺未必都是溫神 那個康報老師在這裡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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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溫十者啊 十二溫王啊 這個才是狹義的這個溫神 可是王爺他是 先是利鬼有沒有 他為了救老百姓投井 好幾個人 有時候36個 有時候360個投井 然後自己吃那個毒就死掉了 所以他是先是利鬼 然後慢慢變成溫神 然後 所以劉志願老師他也有那個 文章去說明這個 王爺信仰的這個變化 後來變成這個 好像功能神 地方保護神 然後變成萬能神 還有一個發展的這個脈絡 可是他還不是 不能說general講說他是溫神 所以我自己思考的一個結果 我認為是說其實王爺有一個很大的特色 就比較主要的範疇的那個王爺 當然王爺的種類有很多種 可是主要的我們剛剛講那個投水死掉的這樣的王爺 他其實跟其他的神有一個很大的不同 就是說你怎麼拜你怎麼拜他就是很壞 王爺公就是很壞 所以為什麼那個東港的東農公 溫王爺做建築 整個東港的建制不是只有他 還有土地公還有草農公的那個媽祖 他要有一個媽祖婆比較慈悲的要來跟他陪對 然後那個現在已經在台灣 那個雲林那邊 那個五年有日在繞境在走一天 每個村莊都能送王船 那個五年王爺出來也是一樣啊 他要有媽祖的 所以他就是他除了他那個我講的 除了他那個姓氏的特徵之外 他就是很壞 會懲罰你做不對了 他很會處罰你 所以這個其實就是跟他原來的本質上的那個 游利鬼兒溫神的這個 溫神他就是很有意思的 溫神他不是只有行溫 溫神也是會除溫的 所以那個王舊裡頭那個做酒 他就是要掐翁要散翁 就是把這個待天的王爺請來 然後要把他送走 都其實都有送溫除溫 那個柯椅裡面 刀家的柯椅裡面應該都有這個和溫的這個柯椅 所以我就就是說 有天到了嗎 時間到了 那可能張胖老師要問問題 我趕快把他解釋 沒有 法教是他最後的那個總統 他那個是日文的 也是日文的 可是裡面很多資料 我那個已經那個 封享社的實景社長 那個要在明年那個 畢業分的時候 劉志萬先生的記日的時候 要把他一定 之前一定要把他出版出來 所以我寫了一個書厚語 可以參考 因為我們又在看時間 所以對我們的啟示 哎呀這個講也可以 學問不用那麼複雜 簡單純粹就好 從劉老師身上 我們看到文獻的底子很重要 所以以前 那個護士年圖書館 那個道帳一開始來的時候 來到從楊美到這裡來的時候 沒有人在用 是他每天跑去那裡 然後圖書館的人都認識他 我們對面那個護士年圖書館 所以他文獻的底子 就是非常的那個紮實 然後天野的功夫也做得非常好 那當然我也是跟他一樣 做宗教研究 就是你不能太涉入 那不然 當然有些學者他會說 去拜師啊 去入教啊 幹什麼 比如老師 我跟他的態度一樣 就是你不一定要成為裡面的一分子 其實你 反正我的想法是說 反正所有人類的經驗 宗教的神秘經驗也是一樣 只要是人類的經驗 你就可以了解 你就可以研究 就可以書寫 所以也不一定要入教 這是他的一個態度 那我認為他是代表的 最後一代 不用電腦也做研究的練習 一直到最後他的手稿 台灣的法教的手稿 也是手寫 還是手寫 沒有用電腦打字 他應該是不會 所以下面幾張照片分享一下 這個是有一次劉先生 我忘記這個2008的 許先生是許首長那是哪一次 他在民宿所演講 不曉得那個 許海悠悠的書出來還是怎樣 這個 沃悠悠悠教授也在那裡 中間那個是陳偉煌 然後 所以我有時候常常帶日本學者 去那家拜訪 然後下面一張 下面一張 怎麼是這一張 跟我的不一樣 他把他所有的圖書 文物收藏的文物 全部簽證給民宿所 所以民宿所 那個時候替他辦了一個 文物就辦特展 然後辦了一個做檔 很簡單的做檔 他那個時候的照片 然後這個是我們在做口試歷史的時候 他把他的照片布秀出來 你看這個就是 那不曉得多久以前的那個指南宮 那個現在很有名的那個竹山的那個土地公廟 那以前比較小規模的這樣子 那個時候廟裡面就有這種石頭形的 他把它叫做石頭宮 可是我認為可能是石頭形的土地公 對 那個時候在廟裡面還有 然後還有嗎 沒有了 好 那我就講到這很好 謝謝大家 謝謝老師 那個 我們 還想留一些時間給道長再有一些分享 那也許我們下午討論的時間再 我可能還有放一張陳榮生的照片 有有有 我剛剛有 在前面 剛剛有看到了 我剛剛有看到了 你看陳榮生 那個 你一看就是高公啦 那麼高 那麼大 好 那接下來我們是 合影及茶序時間 我們到請大家移駕到大門口 我們拍一張合照 還有今天的價值 還能到我們再加什麼 我們這些來賓 我們拍到大門口 叫到下 然後再上來 做茶序的時間 好 好